你恨我 对 我恨你 从你把孩子给跪起的那一刻起 我就开始恨你 你有什么资格恨我 你凭什么恨我 你看看你现在下践的样子 孩子跟着你只会自甘动用 陆诗婷 我一定会跟你离婚 我要给你打官司 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的育养圈 拿回来 打官司 顾婉 你有钱请律师吗 我有手有脚 我自己会振 靠卖是吗 我来帮帮你吧 今晚卖给我 我可以多给你点 陆诗婷 我卖给谁都不会卖给你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顾我 你一会回来求我的 陆诗婷 是不是我死了 你才不会这么恨我 谁啊 婉婉 我定谣 你脸色怎么那么白啊 发生什么事了 家里有点乱 我走去医院检查 定谣 你能再帮我个忙吗 说吧 这次又需要多少钱呀 定谣 我确实需要钱 但是我想靠我自己 我不想联络你们 我需要工作 不是挺想走了我的孩子 还有妈的房子 外公的公司 我都要抢回来 那你呀真的是 那那个 叶瑟酒吧你知道吧 那里出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你要做的事情 只有他们能帮你 你只要去那里工作才能认识他们 况且那里的收入还不错 我听说过 但是怎么才能进去啊 这你不用担心有我呢 定谣 谢谢你 谢什么谢 嗯 你拿着 你先去刷着用 等有钱还给我 我不着急啊 谢谢你 又跟我客气 放心 有我呢 顾安里面服务这个楼箱 里面都是贵客 不能得罪知道吗 好 来 陆总 请 等会儿 先给咱们陆总到手 你看不出来 陆总是咱们今天 最尊贵的贵宾吗 我今天不想喝喝酒 那我们换 我今天什么也不想喝 不想喝就撤去 撤去 我是不想 但是我想看他 没问题 是这样 也把这瓶酒干了 这些都是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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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量啊 不不不不 快玩 别走 顾安 你不要命了 我在工作 你看 我挣了好多钱 你谁啊你 谁叫你进来的 快 也喝醉了 我送你回家 站住 你到底是谁 你想干吗 经理了 经理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朋友身体不好 你这么灌塌酒 要出了什么事 你担得起吗 我担得起 陆总 你要还是个人 今天晚上就放我们走 放你们走 我要说不明 小心 我不走 站住 站住 小心 你给我把他放下 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宋公子 您这是 郭婉事我朋友 他身体不好 帮我送他回家 夜色 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 拿了钱不做事 随随便便找个理由 就想开溜 怎么会 宋公子 您看 现在郭婉事上班时间 要不您把他先放下 我不放 我现在就要带他走 怎么这么热闹 金儿哥 过年了 哟 这是怎么回事呀 你也是这样的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陆总 今天是我这服务员 第一天上班 申数了 也是我们没安排好 这样 今晚这场 我请客 也就当给您赔罪了 您大人有大量 我呀 今晚上 亲自给您倒酒 至于这小姑娘吗 他不能走 我今天呢 就是要他陪 陆时提 你到底要干什么 怎么 陆总 今天是故意找事了 不不不不 陆总不是这个意思 陆总 这俗话说的好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为了知道你 不值得 再说了 这位贵宿啊 有靠审 今天咱们陆总不舒服 就不喝酒了 咱们换个地方 下次光临啊 下次光临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下次光临啊 走走走走 那几位贵客慢走 下次一定再来啊 好好好 晚晚 没事吧 我没事 丽姐 对不起啊 今晚的事 谢谢你 你这是道谢 还是道歉了 姑娘你可真行 第一天上班 已经落成这样 今天的消费 全散在你头上 怎么 现在长嘴了 今晚造成损失 由我来付 今天的事 看在宋公子的面子上 就算了 但是 顾婉 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以后啊 你就不用了 丽姐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知道今天 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顾婉 你是真的不适合 这份工作 丽姐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钱 我知道 机会确实很糟糕 可是我没有想到 她会来 她 你说陆总 没有 你要是 对我有所隐瞒的话 那我也帮不了你 丽 丽姐不是的 我是认识陆时廷 不过我只是跟她 有一点私安怨 那行吧 你回家休息几天 之后再说 丽姐 丽姐 今晚的情 我送知青记下了 谢谢 丽姐 谁 陆 陆时廷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来看看我的妻子 谁是你的妻子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说过我不同意 在法律上 我们还是夫妻关系 我累了 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这个房子是我租的 现在请你离开 陆时廷 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行使我作为 账户的权力 而你 也有作为妻子意义 你放开我 你到底这样 我又不客气了 陆时廷 你到底是缺钱还是缺人 我都可以给你的 现在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疯了 你要离婚之后 我随时可以给你去明镇局 你这样反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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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干什么 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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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婉 快开门 开门 石廷哥是不是也在里面 快开门啊 你怎么来了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石廷哥哥你怎么在这儿 郭婉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给我出来 你为什么要跪我 石廷哥哥 石廷哥哥 好了 别闹了 我们回家吧 石廷哥哥你怎么能这样 我真的很难过 我是去跟他谈离婚的 你别多想 真的吗 那你们谈得怎么样 还没长完 你不是就来了吗 石廷哥哥我 好了 最近我们比较忙 我想顾及 你站起 就再顾及吧 不不不 你不用分心陪我的 我自己在这就可以了 吴妈 叫司机送一下顾小姐 乖 顾小姐先回来接你 顾 等我来有事吗 我记得 我们最近没什么交情 交情自然没什么好谈的 不过 我们可以谈谈合作 我还不知道 我们之间有什么可合作 当然有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让顾婉和陆世廷离婚 我只是希望她幸福 那你认为 她现在真的幸福吗 只有他们两个离婚了 你才有机会 亲自为你心爱的人 你能带来幸福 不是吗 说说你的计划吧 这才对 现在只有顾婉一个人 签了离婚协议 陆世廷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直下不定决心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陆世廷 彻底地放弃顾婉 你只需要把这个 给顾婉喝了 你就可以彻底地拥有了 你放心 这个药效只有四十分钟 不会对她的身体有任何伤害 从 reason 你觉得 我会用这种下三万的手段 来钱 youtuber 口音 看来 我还不是很了结你了 女人你只要拥有了她的身体 她的心自然就是你 更何况 你是为了给她幸福 你又何必在乎 用什么手段的 女人就是需要照顾 你想要照顾的 其他的 交给你吧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一份 哎呀 姑妈 你是世界上最美丽 最新脸的女人是不是 哎 这纲帽子我可戴不了啊 姑妈最疼小妖 是不是嘛 行了行了 好了好了 就这一次啊 还是姑妈爱瑶瑶 姑妈亲亲 嗯 哎呀 哎呀 多大的人呢真的是 小妖你过来 我已经跟姑妈说好了 谢谢姑妈吧 谢谢丽姐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明天来上班吧 靳妖 真的太谢谢你了 不然我怎么办呀 又跟我客气是吧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 好了 谢谢你了 你先去忙吧 我还要去医院拿药 这两天都忘了 你看看你什么脸色 陪着你去忙吧 我帮你拿药去 好 谢谢你了 这不是顾雨晴 她怎么在这儿 这不行吧 你这不是草剑人命吗 她为什么认识顾婉的主治医生 这不行吧 这不是草剑人命 怎么 不是当初 药钱的时候了 你开始让我 修给她的报告 后来又让我骗她说什么 胃癌晚期 这都已经很 但是毕竟没有出人命 现在你让我换药 这绝对不行 有什么不行 反正她自己也知道 自己是胃癌晚期 活不了多久 就算她死了 也没有人会在意 反之 如果你化了医院 化了医生 那她很快就知道 你当初骗了她 岂不是更乱 那也不行 我是医生 我有我自己的底线 好啊 反正医生有的是 但是你可别忘了 当初你做的那些事 我可不保证 没有人知道 你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反正你现在 也回不了头了 若我继续选择 和我合作 好处 自然是有的 原来是这个女人搞的鬼 过晚的病 到底怎么回事 我得赶紧去告诉她 你真的没有听错吗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可恶 顾雨晴这么恶多 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最起码 我们知道你的病情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我确实因为胃痛 而晕倒 那我们就赶紧 重新找个医院 重新做个检查 但是不能让顾雨晴知道 你用我的名字去 医生情况很不好吗 怎么会这么严重 没关系 我早就做好新的准备了 医生 我还能活多久 不好说 丁小姐是吧 你的这个胃困痒很严重啊 胃困痒 不 医生 你仔细看看 确定不是胃癌吗 如果 再这样熬夜 不注意饮食的话 发展成胃癌也不是没有可能 救命 这样吧 我给你们开点药 要注意规律饮食 不要熬夜 还有 要记得回来复查啊 好 谢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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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林柱说你总是在公司待到后半夜 我担心你的身体 特地为你熬了汤 我给你盛出来 你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这种事 让下人多就可以了 你不用进去做事 没关系的 石厅可可 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来 先尝尝味道 你这是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石厅可可 都是我不好 我奔手奔脚的 请你原谅我 行了 行了 交给秘书收拾 来 来 来 宋志鸣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过晚了 你什么时候 宋志鸣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过晚了 你什么时候行动啊 志鸣 来 喝茶 谢谢 你今天看上去 气色很不错 因为丽姐 同意我回去上班了 什么 你还要回夜色 婉婉 那个地方不适合你 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 志鸣 我很高兴我能自食其力 希望你能理解我 好 但你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 请允许我接送你上下班 志鸣 算我求你 不然我真的不放心 我保证 绝不会在你上班的时候 去打扰你 志鸣 谢谢你 生病的事 我是不是也应该告诉他 这样他才更放心 志鸣 我还有事情想告诉你 什么事 就是 过来 开门 快开门 喂 志鸣啊 啊 你在哪儿呢 我 我在机场呢 在机场干什么 平时有点急事 选我去工厂一趟 走得急 就只能在电话里跟您说一声 这样啊 那你先瞒着 你做事情啊 一定要谨慎 现在集团上下 有多少人盯着你呢 知道吗 好 明白了吗 那个 我先登机了 先不跟您说了啊 注意安全啊 就这样啊 拜拜 拜拜 志鸣 对不起啊 为了我 还要给您 妈撒这么大的谎 你要是觉得抱歉的话啊 那现在就来报答我吧 你都听到了呀 我已经无疆可归了 那你今天 不得收约我一下 志鸣 我家里就这一间房 开玩笑了 我会住酒店的 拜拜 我知道 让你马上接受 我很难 但是我会一直 站在你的身后 只要你回头 就一定会看到我 志鸣 我 我要去上班了 好 那我们走吧 是那个人吗 对啊 就是他 上次闹出 那么大的动静 几个男人 为了他打得不可开交 惊动了历劫 才摆拼的 有些人啊 不要太好看 天生狐媚 快够你男人就行 请你让开 哟 还挺客气的嘛 我说了 请你让开 我要是不让呢 你想干吗 有人让我给你带句话 不是你的男人 不要碰 那个人说了 今天要拍下你的裸照 那个人说了 我好疼 为什么要真正 我是要死了吗 顾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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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顾婉 布世青 我用不过他 顾婉 顾婉 你不要死 我活着你死 你说你自己 你不要死 顾婉 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喝点水 顾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些人为什么要打你 有人警告我说 不要碰不属于我的男人 是顾玉清 你要干什么 去找他麻烦 没用的 你又没有证据 顾婉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 白白受苦的 我已经不在意了 他们伤害我 又不是一次两次 我最在意的就是 我的孩子 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还有我的女儿 我都没有好好抱抱她 别继续你舞 你 别打 我说我说 是一个跟 顾玉清的女人 让我们这么做的 她说过我 公益她的 是让我们给她 一点交信 也是她 也是她让我们 排下公安装照的 我们还没打得及拍 她就 她就吐血了 不小心 她们怎么打的人 就生被还回去 我走 我都错了 真的可放过我 啊 什么 顾婉那个贱人 居然还没有死 十亭哥哥 你怎么来了 为什么要找人打顾 还拍她的裸照 为什么要找人打顾 还拍她的裸照 十亭哥哥 你是来兴师万岁的吗 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他 我是问你为什么 我是问你为什么 为什么去找公益 因为我讨厌他 我高兴你 十亭哥哥 你如果要跟我结婚的 可是到现在 你跟他都还没有离婚 十亭哥哥 你忘了吗 公益他背叛过你 他心里一点都没有你 十亭哥哥 我 玉京 这是我她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插谁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那种 善良又美好的存在 我不希望你变成 我不认识的样子 好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 都比不上你的戒人 为什么 顾玉京 你居然这么对公安 还不是因为你没用 如果你早点动手 他也不会吃这份 如果你早点跟我合作 我们双方都解答欢喜 可是现在你要我亲自动手 他以后有的是苦吃 小西 其实我早就好了 不用事情不身体的 还这么麻烦 不麻烦 反正我也要吃饭了吧 嗯 爸 好 嗯 好的 我们半个小时后到 你把握好时间 故啊 靠 我这次不把你钉死在耻辱住室 石廷哥哥 我认真地想过了 是我当时嫉妒昏了头了 才对姐姐做出那样的事情 走那天之后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你看 我特地准备了礼品 准备去看望她呢 可是我一个人去 又觉得太不好意思 石廷哥哥 你陪我去 好吗 没必要这样吧 你给他打个电话 等我信息好了 不行 石廷哥哥 我必须要当面跟他道歉 得到他的原谅才行 你知道我的 我伤害一只蚂蚁都会很难过的 石廷哥哥 你就陪我去嘛 好不好 也不知道他夫妇的怎么样 趁此机会去看一下也好 石廷哥哥 嗯 好 来 婉婉 这杯酒庆祝你顺利出院 芷芹 这杯我敬你 谢上天让我最最好的你 真正实心还好于你 不然的话 总之谢谢你 哪有这么好 当然有啊 在我眼里就最好 甚至还要更好 来 芷芹 我敬你 来 芷芹 石廷哥哥 要不你先上去看看 姐姐的态度 我有点紧张 我怕她不欢迎我 好 如果她情绪很好的话 我给你打电话 好 好的 等一下 芸芸 那个 我要空腹喝酒 来 先吃点东西 吃点菜 好 芷芹 你的手艺真好 来 我敬你 你不要喝碗了 那个 其实 我很抱歉 我 其实我还有事 抱歉不能陪你 我先走了 怎么是你啊 怎么 是我 你很失望吗 这都快半个多小时了 抓紧需要这么久吗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哎呀 不行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石廷哥都不生气了呢 王文 你怎么了 石廷 是你吗 我好热 顾啊 你又在搞什么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好热 你吃了什么东西吗 我喝了 我喝了酒 酒 在哪儿买的酒 是知青 知青带过来的 顾婉 如果你没有背叛我 那我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对 陆时廷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是恨她吗 现在是做什么 对你腹中的女人 有什么值得联系的 时廷哥哥 姐姐 你们在吗 时廷哥哥 时廷哥哥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这么久啊 没事 不然她没回复好 到现在是以后再说吧 时廷哥哥 你让我看一眼 走开一眼时廷哥 走吧 谁啊 夫人 是我 林泉 总裁 我拿到了 确定是她喝过的那杯 确定 杯子上有口红印 过完没有起义吧 没有 夫人单纯得很 我说您的戒指丢了 她就很认真地去找了 翻箱倒柜的 根本没注意到我在干什么 那就好 马上上去花印 我要最快知道 你没有选择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刚刚为什么不接电话 怎么了 我要义务接你电话吗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吧 你说你刚刚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没有过来 你是废物吗 这点事你都办不好 我就是个废物 我还是个混蛋 所以 明天后来你别给我打电话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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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姚妈 我是宋世青啊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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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世青 时间高不会长得 可是我明明刚刚看她进去了 不会不会 我可能是过完的 我可能是过完的吧 我可能是过完的吧 宋世青 宋世青你这个废物 啊 废物 你要废物的用法 宋世青 你这么晚把我叫过来 是让我看你耍酒疯的呀 晚晚 晚晚晚的 意思是说现在我把顾碗给你叫过来 不要 我已经没脸见她了 我居然 居然什么 居然什么 等会再喝 说话语呢 居然什么 你居然 废物的心 宋世青 总裁 结果出来了 酒里是 是什么 是一种 一种让女人情不自禁的药 什么 为什么顾碗的酒里会有这种东西 难道是她为了讨伙才这样做的 可她为什么会知道我那个时候去 她好像说 是宋世青给她的 难道是宋世青给顾碗下的 可是她有必要这样做 总裁 您在想什么 她今晚又去会所 嗯 守在会所门口的人说 夫人刚刚进去 晚上 三九九有位神秘客人点名要见你 好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消费的啦 顺便啊 来照顾照顾你的生意 怎么了姐姐啊 你是只接待男客 不接待女客呀 我可是准备了小费的 愣着干嘛 给我倒酒啊 您请慢用 站住 你往我的酒杯里加了什么东西 慧琴 你又在玩什么花里 我干手花样的人 是你吧 你要是没有往里面加东西 那你喝 我凭什么喝 过了 这些好寂寞 这药是宋知青和你弄的吧 顾世亭 在说什么 顾世亭 在说什么 这么快就不记得了 今天下午你才用过呢 顾世亭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那我就来说你的计谋吧 你先是用药勾引我 让我情不自禁 现在用同样的计谋 想要陷害云青 嗯 我说的对吧 你们两个突然快来找我 要是有计谋 也许你们两个有计谋 很好 我就知道了 你不会欣赐人 那就看一看 这酒里 到底有什么了 喂定谣 哎喂宾宾 你在哪呢 我在夜色 发生什么事了 哎你 啊 宋知青喝多了 一直说什么 对不起你啊 腰啊什么的 哎 小蓝能听得见吗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 要什么酒 造型的情况 你看人家就没公子 一婚可以 把孩子团给我 不要去 孩子 只能是露酒 那就先让我离婚 让你的故意情 做一辈子行赛 你 你别忘了 离婚协议处上 有你的签名呢 你是谁啊 你是顾啊 你认识我 你外公和新赵 哎呀 长这么大了 认不出来了 你认识我外公 其实是认识啊 当年 挪回了赵董事长的帮子 才有我今天啊 以后不要叫我杜总了 叫我杜伯伯 嗯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 都怪我没有 怪我留下的公司和房子 都被他们霸架了 我自己也 有人纯性想害你 凡是凡的 有什么想法 可以和我说 杜伯伯全力支持你 什么 顾尔失踪了 是 在夜色会所看守的人回报说 夫人没有出来 那就是说 还在夜色会所里 进去问过 没找到 顾啊 以为多想就没事了 多派些人 绝地山齿 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是 我现在就去办 顾啊 你到底去了哪里 雨晴 最近啊 你爸公司的情况不太乐观 投资了个什么项目 被叫停了 嗯 资金链一下就断了 你去求求陆时廷 看能不能 哎呀妈 你这让我怎么开口啊 怎么了 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吗 还不是因为过晚那个贱人 这几天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也不出面办理离婚手续 时廷最近心情不好 也总是对我爱搭不理的 你们俩这婚事 总是拖着 也不是个办法 早点结婚 我们也好理直气壮地 让陆时帮我们故事啊 嗯 他到底跑哪儿去了呢 连陆时廷都找不到 哎 会不会 是那个宋知青在帮他 哼 那个废物 让他给过晚下药都不会 听说最近整天推着 天天喝酒 他可没那么大分事 你这么大本事 怎么还没搞定陆时廷 你这么大本事 怎么还没搞定陆时廷啊 爸 你要出去啊 哼 我可真是没有女儿福啊 一个都指望不上 还得我自己亲自舍下这张老脸 出去求人 还不上自己亲自舍不上 你说什么 哎呀 你跟女儿在这叫什么劲啊 你不急着出去呢嘛 哼 你叫的好女 本来就是 妈 你看啊 爸怎么能这样 行了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你有着力气 还不如多花在陆时廷的身上 就算现在暂时结不了婚 你也可以让自己先怀孕嘛 你还不如先搬过去住 搬回去有什么用 他又跟我 怎么 你之前不是怀过一次嘛 妈 其实时廷对我挺好的 但是 无论我是住陆家 还是跟他一起去旅游 他从来都不碰我 他总是说是因为珍惜我 有一次是因为他喝醉了 而且睡着了 而且那次怀孕 也是假的 什么 你 你真是没用 我有什么办法嘛 灌醉这件事情 一次成功之后 他就长进行了 我就再也没有成功 总裁 顾我还没有找到 您说过的地方 我们都去找过 但是 还在尽力找 所以这就是你们尽力的结果 雨晴小姐的父亲 顾总 想见见您 已经在回客厅了 你看我现在有见她的心情了 可是 不管怎么说 她都是您的岳父 这块不是了 可是您如果要跟雨晴小姐结婚的话 那就还是 谁说我一定要回来救 那如果没别的事 我先出去了 顾环 你到底去了哪儿 赵总 顾市集团的股份 我们已经收购了12% 他们这个月被停摆的项目 会让他们亏损至少一个亿 目前信息流已经断了 而且没有银行愿意再贷款给他们 因为他们上个月还没有还清 陆市集团没有出手相助吗 呃 据说顾建国今天上午 我亲自找了陆市亭 但是 陆总请她吃了好大一碗闭门羹 先不管她 陆市不出手最好 省了我们不少麻烦 就按照原计划 继续收购顾市的股份吧 我要把属于我的 属于我母亲的 全部拿 少爷 顾太太和顾家小姐来了 请他们进来 视频更大 博姆您好 请坐 我听雨晴说呀 你最近也很忙 这身体啊都累瘦了 我这听着也是心疼啊 都说女婿也是半个儿 所以啊 我今天亲手做了一些营养品来看看你 多谢伯母 我们雨晴啊 也老大不响了 你们啊 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顾家 可是早就把嫁妆准备好了 就等你们把婚一结啊 我这老母亲啊 心里也就踏实了 我知道了伯母 就等我这个离婚协议呢 这离婚手续嘛 也不一定非要嘛 这丧偶 也是可以再婚的啊 您说什么 我妈不是这个意思 她也是 为我着急 师弟哥哥 你不是说过 要给我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吗 是啊 我这也是替你们操心嘛 这顾婚 大家也找了这么久了 这不一点信息都没有吗 虽说她不是我亲生的 但她毕竟也是顾家的女儿嘛 我我也是不忍心啊 但是咱也要面对现实嘛 啊 来人 周太太和顾小姐有点累了 安排司机 喂 石婷啊 周阿姨 妈 我也确实有点累了 石婷哥哥挺忙的 我们就先回去吧 下次再来 石婷哥哥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你先忙 不会的 顾婚 你不许死 我还不准你死 什么风把陆总吹来了呀 你有没有联系过顾婚 怎么 没有找到顾婚 你不是不想见她吗 找她干嘛呀 我要结婚了 需要她本人到场 我才可以办离婚是不是 那真是恭喜陆总了 不过很抱歉 晚晚没有找我 我也帮不上你了 如果您为什么事的话 那我还有事 慢走不松 结婚结婚 结婚 顾婚 你到底在哪儿 我为什么找不到你 你为什么不能见我 为什么 为什么石婷哥哥表现得这么在乎 难道 他心里还惦记着他 你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不然我还能怎么办啊 顾婚又不出现 我有力气也没住屎啊 那个贱人 藏得可真够深啊 到底藏哪儿了 我还真的死在哪儿呢 你说对了 他呀 就是死在外面的 妈 你这么肯定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 只要陆时婷相信他死了 就够了 妈 还是你有办法 再帮我最后一次 我不想再干了 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要不要看看这卡里的余额 密码是今天的日记 顾小姐 我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我说了最后一次 以后也不需要了 你说吧 我需要一份DNA检测证明 你先帮我准备着 等我需要的时候 我来找你拿 就这样 喂 他刚刚来过了 我全程乌银了 好 我现在就发给你 总裁 不好了 夫人住的那间公寓 起火了 而且 而且什么 我问你而且什么 而且 火被扑灭之后 现场发现了一具 烧焦的女士 师庭哥哥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封快递 里面是姐姐的诊探书 还有 还有她的亲笔书信 慧儿 她说她快要死了 原来是她已经知道自己得了慧儿 总裁 你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我没有亲眼看到 那就不可能是真的 是 是 是 那具尸体 现在还不知道身份 你给我去查 查 去 可是师庭哥哥 可是那个 你是不是知道高高 她那个样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可怕 我们 我们是不是弄巧成拙了 师庭哥 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 慌什么 你不要乱了阵脚 你那个DNA的检查报告 准备好了吗 不 这次一定不会有问题 那就好 你呀 就安安稳稳地等着做陆太太吧 顾安 不会的 那个一定不是你 你不会这么轻易地就死去 你一定是躲在这个世界什么地方 等我去找你 宋采 结果出来了 宋采 您别太难过 我就问你是不是她 不是她 对不对 宋采 冷静一下 你也会难过 你不是一直都希望她去死吗 宋采齐 你来干什么 我来就是告诉你 顾安是为你害死的 你说什么 她一次跟你解释 你相信我吗 她说她生病了 你尽量过去再一个吗 我也对不起她 捐受了顾与清的蛊惑 居然在她酒里下 居然在她酒里下 你是说 那天晚上那杯酒里的医药是你 是 那包让你给她下死心的药 是顾与清给我的 怎么会 不可能 我跟顾安清清白白 她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是你 连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是你 害死了顾丸 宋采齐 你就一辈子所活在愧疚当中吧 不 这就是你整了我的方式 我 我知道错了 你回来帮帮我 我好想你 赵总 我们已经掌握了故事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很好 看来我是熟出面 亲自帮帮我职位经营不上的父亲了 我就在安排故事召开股东大会 你先去忙吧 做的不错 像你外公 杜伯伯还好有您 我只是给了你启动至亲 配了几个人手 你要是个一般人 怎么会这么快就拿下故事 说明你是个带兵大战的强将 我哪是什么强将啊 您才是强将 我就是你手下的兵 毕竟强将手下吴若兵嘛 呀 嘴巴可真会糊人 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杜伯伯 您对我再道真 在我眼中 您就是我的父亲 嗯 行 我今天就收了你这个女儿 日后水若是欺负你 你也是用娘家撑腰的 杜伯伯 谢谢你 好 你忙吧 召开股东大会 为什么没有人提前跟我商量 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参加 我们也是突然接到消息 之前并不知情 是谁召开的 是我 郭总脾气还是那么大 但是脾气大 也不能解决问题哦 你凭什么召开股东大会 因为我手里 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我是顾氏 不 是刚刚结束股东大会上 已经改名为赵氏的 最大的股东 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赵氏集团的总裁 赵婉 你 你不想你捐言姓 谁也改了 改了 从此以后 我随母姓 这里所有的一切 本就应该胜肇 我只是 让一切回到最初罢了 你 你 还有 你那对 喜欢大手大脚 花钱的母女 你得帮我好好感谢她们 不知道她们最近 又在坏什么事 这么缺钱 不然 我还凑不起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顾氏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亲生父亲吗 你是忘了当初 你怎么对你的亲生女儿的了 我真是养了你这个白眼狼 你要是别操心我了吧 回去都关心关心你那对母女 她们好像最近很不好 你还不知道吧 周如兰在卖光了自己手里的股份之后 把房子也抵押出去了 看来过不了多久 你们一家三口 就可以滚出去了 你 妈 你看你出了主意 现在石定哥哥都不理我了 他这不是刚刚经历了丧气之痛吗 你给他点时间恢复 再说了 男人嘛 伤心不了多久的 可是石定哥哥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他只是在你的眼里不一样而已 妈 为了这件事 我可是把手里所有的股份 我都套现了的 这万一让我爸知道了 哎呀你怕什么呀 我都说了 就算他知道 那时候你都跟陆石定结婚了 他还指望陆石定帮他呢 可是石定哥哥 可是什么呀 我明天去看看他 哎 您可别去了 上次您说您去 结果呢 还是我自己去 只要我能见到他 我就有信心让他好起来了 我每次一哭 他就心软了 这就是了嘛 这才是我的女儿嘛 我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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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有点 需要你帮忙 嗯 可以 只要是我能做的 只要是你需要的 我都义无反顾 至今 我要你 出庭指正过一期 曾经陷害我 那是必须的 就算你不说 我也一定会去做 与情有理 只是我 瑶瑶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是你最喜欢的 你知道我干嘛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当然来找你了 最好的闺蜜 你突然消失不见 这是最好闺蜜的待遇 你生气了 我哪敢生气啊 没生气 你又不是突然消失不见了吗 你有消息说你死了 你这么会耽误死你了 好了好了 是我的错 我保证 瞎子再也不敢了 哪有瞎子呀 好了好了 没有瞎子 不过 看着你现在这个样子 在我身边 我还是很开心的 能这样回来见你 我也很高兴啊 不过不得不说 你真的是帅呆了 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我现在就特别想看 顾雨晴的那张嘴脸 这还不够 我只是拿回了公司的经营权而已 顾建国在公司数到根深 还是有很多支持她的人的 况且 周路兰害我妈 顾雨晴陷害我 他们还没有得到相信的惩罚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呀 我要搜集他们的罪诊 我要把他们做的坏事 都大告于天下 我支持你 不过 陆时庭 应该知道你现在活着的消息 怎么办 总裁 总裁 快醒醒 您快看看这个 这个人 长得很像夫人 这是怎么回事 故事集团昨天突然召开了股东大会 会议上通过了故事改名 并且推选这个女人作为总裁 名字叫赵婉 跟夫人长得一模一样 会不会 就是 现在去故事看一下 您就这样去 不换套衣服吗 您好 这位是我们陆氏集团的陆总 想见一下你们赵总 请问两位有预约吗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赵总是不能见的 那这样吧 辛苦您跟赵总说一下 就说是陆总来了 他一定会见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赵总是没有预约就不能见的 先生您这样的话 我就要叫把了 总裁 总裁 先别急 马上 喂 林助理 石林哥哥在哪儿 你快让石林哥接电话 怎么又在开会啊 怎么天天开会啊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喂 哎 喂 可恶 怎么连一个小小的助理 就要放我电话 说了你别急 你逼得越紧 他就越是不想见你 你再等等 等等等 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 你还有脸哭 你们两个干的好事 怎么了 突然间发这么大脾气的 怎么了 我问你 你的股份呢 就好好的 突然问这干吗 好好的 还有你 还有你 你的股份呢 去哪里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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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敢打我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的股份卖给了谁 卖给谁不是卖啊 咱说了我妈这样做 你说我要去人家 你也不能打他呀 你别个废物 现在所有的股份 都在顾碗的手里 他今天拿着股份 召开股东大会 已经把我踢出局了 你们两个败家的东西 我真是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医生 我爸他怎么样了 现在稳定了 他是中风 有一半身体不能动了 需要人照顾 那他还能恢复吗 这个不好说 好的 谢谢医生 喂 妈 你先别着急 先让爸看病 我现在马上回公司 找一下爸得力的下属 问问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 好好好 顾碗 都是英语 顾小姐 顾能进来 对不起 赵总 我拦不住他 没事 你先出去吧 顾碗 你居然没死 你当然是让我死啊 可惜没能如你愿 你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报复 错 我回来 就是要拿回原本 就属于我的东西 我不会让你得逞 好啊 那就试试 总裁 医院来电话了 老夫人 醒过来了 什么 妈 妈 我是屎婷的 你认得我吗 屎婷 我就是 怎么了 妈 你被人退下的楼 昏迷了好久 你还记得什么呢 哦 对 全都想起来了 屎婷 就是顾雨晴那个小妖精 全是她抓的 就是她陷害的顾碗 也是她为了阻挡我去找你 急来帮我推下楼 想让我死 顾雨晴 真的是你 婷儿 你千万不能被她骗了 你不能和顾碗离婚 小周 是我们孟家的血脉啊 顾碗呢 她今天去哪儿了 她怎么没 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怎么会呢 妈 您别跟我想啊 一定是的 不然今天怎么不见她 一切 只要我稍微有点头痛脑热 她就第一时间 来到我的面前 今天怎么 妈 她不舒服 她怎么了 妈 过完呢 又给您生了个孙女 那身体好一点了 我没带着孩子来看你 真的吗 太好了 她太好了 我就要早点好起来 帮我的好媳妇 好孙子孙女啊 真是太好了 爸 你去好好休息 我工作有点事情 不过我忙完了 再回来看你 去吧 记得 对顾碗好一点 嗯 顾碗 顾碗 这位先生 你大哥认错人了 我不是顾碗 顾碗 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我说了 你认错人了 请让开 顾碗 我知道错了 我全都知道了 是我误会你了 我不对 如果你再不让开 我就要报警了 顾碗 你别这样 我们好好谈一谈好吗 陆世亭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还是那么霸道 你想谈 你想跟谁谈 我告诉你 我不是顾碗 顾碗已经死了 站在你面前的是赵碗 是绝对不会选择你的赵碗 你可以不认我 那小周呢 陆世亭 如果你还是个人 就不要拿自己的亲生儿子 当做筹码 我没有拿他当筹码 我只想告诉你 小周很想你 女儿很想你 我也 有什么事吗 没有 我们走吧 顾碗 不管你是顾碗 还是赵碗 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再一次 老板 陆世亭 到底要干什么 是陆 别去带我就是吗 那 没关系 婉婉 既然陆总不介意 那我们也不好折磕 走吧 陆世亭 你还要干到什么时候 这也快到午饭时间了 我也是要吃饭的 陆总 这好像是我盯着的意思 哦 是吗 总裁 来 都安排好 夫人 陆总已经将整个餐厅 都包下来了 这是陆总送给您的花 这里的所有位置 都被我预定 你可以随便坐 我很大度的 陆世亭 你幼不幼稚 会吗 可是小周说 她很喜欢我这样的 陆世亭 你就是这样 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 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 想要怎么样就一定要怎么样 我真受够你 我们走 顾碗 我不是 我只是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现在这样 何发只有你自己高兴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预念我们 我们才能回到从前 回不到从前 总裁 顾小姐又来了 在门口 又吵又闹的 来得好 帮她进去 好的 世亭哥哥 你终于肯见我了 只有你能帮我了 世亭哥哥 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发生什么事 是顾碗 不知道从哪儿 认识的什么人 昨天帮她 把公司的精力权 从我爸手里抢走了 还准备去办到公司 说了好多难听的话 我爸都气壮风了 到现在都还在一眼躺着 世亭哥哥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爸 如果连你也不帮我的话 那我就只能去死了 是吗 那你 就去死了 世亭哥哥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妈醒过来了 阿 阿 阿姨醒过来了 那个真是太好了 我 我改天去看看阿姨 干着 你就不想知道 我妈醒过来之后 说了什么吗 阿 阿姨躺那么久 一定很辛苦 她刚醒过来 肯定脑子不太清醒 我也乐意了什么吧 多么出手动人的一双眼 多么窝图的一颗心 世亭哥哥 我可以解释的 你听了解释 世亭哥哥 我现在没工夫进去车祸 有什么要解释的 去跟警察说吧 林权 宋财 有什么吩咐 送去警局 我叫 世亭哥哥 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 你就原谅我 世亭哥哥 刚才我失去了一个孩子的分身 你就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世亭哥哥 以后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赶紧滚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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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滚 宋财 宋财 就这么放过他 我现在没经历跟他纠缠 重要的是 如何我还能让你亲你 陆世亭 你不要再打过来了 妈妈 是你吗 小周 是妈妈 小周还好吗 妈妈 我很好 妹妹也很好 妈妈 我好想你啊 你想我吗 当然 妈妈每天都在想小周 还有妹妹 那妈妈现在就来见我吧 我把地址发给你 好 妈妈马上就到 想去哪里玩 迪士尼 嗯 妈妈 小周 想不想妈妈 妈妈 小周也很想你 妹妹也很想你 嗯 爸爸也很想你 嗯 妈妈也很想你 小周 你昨天不是说 想要妈妈带你去游乐园 去吃冰淇淋 去坐过山车吗 是的 真的 小周 妈妈先带你去吃饭好不好 好 走吧 妈妈 小周要跟爸爸回家了 你不一起回吗 小周乖 过段时间 妈妈去接你和妹妹 一起回家 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好不好 我们是要搬家吗 你把爸爸一起搬走吗 那小周希望 妈妈一起回家吗 嗯 我想跟爸爸妈妈一起 小周乖 今天晚上回去早点睡好不好 嗯 乖 就让她带走你的 妈妈 我会和爸爸和妹妹 一起等你回家的 谁能发现 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 雨晴啊 你爸的情况不太好啊 你到底有没有去找陆世亭啊 妈 世亭他妈醒了 世亭快什么都知道了 啊 那这 怎么办啊 世亭快现在恨死我了 一定不会想娶我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惦记着他 这个时候 先保住你爸的公司 才是最要紧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对公司经验一跳都不通 我爸现在还躺在那儿 什么都干不了 那你有没有去找那些 跟你爸关系好的股东啊 没有 我都找了 有的不是说自己没能力 就是说什么人为言情 还有的干脆直接都不见我 雨晴啊 这可怎么办呀 都怪顾安那个贱人 躲走了我们的一切 我一定不会放 这些就是全部了吗 嗯 顾雨晴陷害我 她只是医生篡调报告单 甲运甲运产 买凶杀人 偷食纵火 这一切的一切 都要让她付出代价 这是个恶毒的女人 我一共准备了三份 一份寄给公安机关 一份寄给陆士廷 还有一份寄给她自己 看到这些铁正如山 吓也得吓死她 希望她下半辈子 在牢里的时候 能好好反省自己吧 陆总 这是刚刚收到的快递 我看激进人上 写着夫人的名字 我想 您可能想亲自看看 顾雨晴 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还是怎么拿到这些档 她还比谁看过这次 不行 我不能随意太变 我得赶紧逃走 雨晴 雨晴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都知道了 她都知道了 她手上还有证据 我得赶紧逃走 雨晴 我要逃到客人的 找到我的地方去 雨晴 你在说什么 你这是 雨晴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有什么事情 妈给你挡着 等风都过了 你再回来 妈 我一定会回来的 那时候会从顾安手中 让我们士气的那些 都一平躲回来 妈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出来了 雨晴 我们这次真的走投无路了 顾安她好狠心啊 她抢走了我们的房子 还把我给赶出来了 你爸现在躺在医院 我们又要露宿街头了 这个怎么办呀 顾安 你把我逼到绝路 那我就跟你同归一剑 这顾以前还没有被抓到吗 没有 她你还不知道吗 小花得很 不过她也躲不了多久了 她又没有钱 又没有人愿意帮她 顾时亭和警察满世界地找她 你说顾时亭和警察 哪个会先找到她呀 不知道 我有个重要的约会 现在劈腿走了 你一个人行不行呀 我也该回去了 咱们下载约来 顾时亭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晚晚 晚晚 发生什么事了 你在听吗 晚晚 时亭哥哥 姐姐睡着了 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呀 只能你一个人来呀 不然 我可不保证 姐姐她还能醒过 醒了 顾时你干什么 疯了吗 我就是疯了 好像是被你们逼疯的 既然 你让我走投无路了 那不如 我们一起去死吧 姐姐 顾时 你不要过来 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 你现在就上了 好 我不过来 有什么事抽我来 好 那你跪下 替我原谅 跪下 不要 好 我跪 我跪 你不要 哈哈哈 堂堂高高在上的陆时亭 竟然给我下跪 啊 既然你这么爱她 那你现在就去把那个喝了 你要是喝了 我就把它放了 别喝啊 是你别喝 你不要 别喝 就算你喝了 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你要是喝了 我就把它放了 不要 这一切 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 是我对不起你们 如果我的死 可以缓解你们的仇恨 也值了 丙琴 对不起 你都怪我 我爱你 不要 不要 陆时亭 你竟然为了她 你连命都不要了 时亭 时亭 陆时亭 夫人 要不明显回去休息吧 事情轻生地出了 为什么还不出来 夫人别着急 总裁的身体那么好 一定会好起来的 医生 她怎么样了 人已经就回来了 但是由于失血过多 老婆缺氧 目前还在昏迷 那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这个 这个就不好说了 也许明天 也许一个月 也许 医生 我求求你 求求她 多少钱我都愿意 先别急 咱们先关她一段时间 好 家人的推班也很重要 所有注意她的客户 好 那我继续看看她 时亭 时亭 他们这么傻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你才能醒过来 时亭 我去看她 我昨天去看了小哲表演 你猜她演的什么 她演了一棵树 因为她说 她是她搬的最高的一个 我去看了 果然 可能是跟你长得比较像吧 好 我知道了 事情 我要走了 等一下再来看你 聊天 放上吧 那生官 总裁 还凡事 我怕都不疑 你 是不是 你有什么 林轩 夫人 您来了 今天怎么样 她还是没醒吗 还没有 好 你先去忙吧 好 对了 医生说要多说话 尤其是说爱听的话 这样才能好得快一点 好 是婷 你为什么还不醒 我说过你醒了 我就原谅你 真的吗 你醒了 你又骗我 头痛 你没事吧 过来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知道错了 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